4月17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际收支司司长王春英介绍2020年一季度外汇收支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 发布会上,王春英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近段时间,全球经贸活动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在此情况下,中国外汇市场运行仍保持了总体稳定。 我觉得第一个保持就是外汇市场供求保持了基本平衡。第二个保持就是人民币汇率在全球的主要货币中是保持了相对的稳健。第三个保持我觉得就是市场主体的跨境投认资活动还有结社会的行为保持了基本的履性和有序。 所以外汇储备保持了基本的规模保持了基本稳定。 王春英表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是外汇市场运行保持基本稳定的有力支持。未来,中国外汇市场有能力保持稳定运行。 我们觉得首先疫情防控形势向好,这个会继续发挥稳预期和稳信心的作用。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觉得中国这个经济长期向好的这个基本面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的这个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会继续吸引这个境外的那个这个对我们的中长期的投资。 第三个呢,我们觉得中国的外汇市场的成熟度也不断地提高了,可以呢,很好的帮助中国的这个对外经济吸收短期的冲击。 我们觉得未来我国外汇市场呢,还是有能力来保持这个这个稳定运行。 会上有记者问,受疫情影响,中国社外企业受到较大冲击,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方面,外汇局出台了哪些相关政策。 对此,王春英也进行了回应。 首先呢,就是我们开通了这个外汇业务的绿色通道,来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的复工复产。 我们也保障个人和企业正常的用户需求,鼓励呢,这个大家通过网上,通过线上来办理这个外汇业务。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不断地深化外汇领域的这个改革开放,来提升贸易投资和贸易的这个便利化的水平。 那么第三个大方面呢,就是我们积极运用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等这样的技术手段,来便利中小企业开展贸易融资。 王春英表示,下一步外汇局还会进一步梳理可以出台的便利化措施,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开展跨境贸易投融资活动,同时坚持主动,渐进和可控的原则,有关政策不会走回头路,定积极防范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